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间 今天我们所要读的是耶利米书的第五十章 耶利米书的第五十章比较长 总共有四十六节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 巴比伦必遭神的审判 我们来把这一章分一下段落 我们将它分成三段 第一段是一到二十节 巴比伦将要被多国的联军所灭 第二段是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 巴比伦遭刑罚之使临近 第三段是二十九节到四十六节 先知再预言巴比伦必遭到毁灭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节 是十七节到二十节 经文这样说 以色列是打散的羊 是被狮子赶出的 首先是亚树王将它吞灭 末后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将它的骨头折断 所以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必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弟 像我从前罚亚树王一样 我必再领以色列回他的草场 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 又在以法连山上和激烈境内得以饱足 耶和华说 当那日子那时候 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 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 因为我所留下的人 我必赦免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读完了前面的四十六章到四十九章 这几章讲到了神对以色列周边几个国家的审判 接下来这一段落的最后两章 五十章和五十一章 神便借先知的口 向巴比伦帝国预告了审判方面的信息 这两章都很长 但其主要的内容无外乎有两个 一是讲到巴比伦帝国必受审判受刑罚 二是讲到神的子民以色列人的归回 当我们在读这两章的时候 要留意先知预言的主要思想 是透露出 伟大的耶和华神以色列的救赎主 乃是全地的王又是历史的主宰 当他的子民犯罪作孽的时候 他有权柄以外邦国家 像是亚述和巴比伦 作为他刑罚自己子民的工具 但这些罪恶的邦国本身的罪恶 神也一定会追讨和清算 借此显明 以色列神乃是世界之主 宇宙外有的大君王 这两章的信息同时也证实 先知耶利米并非像有些犹大人所认为的 是一个鼓励犹大人去投降巴比伦的叛徒 他才是位真正的爱国者 他是从神的立场和角度来爱神的百姓 以及神子民的国 他也向着罪恶的巴比伦 发出了极强烈的愤恨 50章和51章的经文非常长 但总体的内容却非常容易掌握 其中有些小组合的经文 在前面的内容中也有出现 有些论道向犹大和别的国家审判的话 在这两章也被用在巴比伦身上 有的圣经学者告诉我们 这两章的信息并非是先知 一气呵成讲完的 它乃是多个段落的组合 所以个别的表达有重复的出现 比如向先知告诫百姓 要快快的逃离巴比伦 大家参考50章的第8节 51章的第6节 还有51章的第45节 这就是很明显的情况 另外大家读这两章 请去参考以赛亚书第10章的5到57节 还有37章的22节到29节 以及哈巴古书1章6节 还有12节13节 再就是哈巴古书的2章6到8节 另外一个特有的情况 就是在预言中50章和51章里 贴到巴比伦帝国在灭亡的时候 与历史实际发生的情形不相符合 像是刚才预言中警戒百姓 要快速逃离巴比伦的预言 在实际的历史中就没有发生 因为巴比伦帝国几乎是被古料王 以和平的方式夺取 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 是兵不选任的 因此在看到这样的预言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在说 先知的预言发生错误了 乃是要告诉大家 读这两章论到巴比伦的预言 大家还要去参考 启示录第17章和18章 因为这两章所提到的巴比伦 不单是指那在历史上 已经被波斯帝国推翻了的 灭亡了的巴比伦 他同时还在灵异上 表征幕后的大巴比伦 我们若把视野展开 从已经发生的历史 在妄想那还没有实现的将来 很多的经文自然就解开了 而且我们尤其会对那尚未发生的事 抱有着美好的期待 因为神说要成就的事 就必定会在他所定的时候成就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第一段 一到二十节 神借先知的口预言 巴比伦帝国将会被多国的联军所灭 第一段中的一节到八节 可以被看为是五十章五十一章总的概括 从九节到五十一章的五十八节 便是神在解释毁灭巴比伦的意图和计划 在这八节的经文中 第二节提到了 那要在万国中被传扬报告的信息里 专门要传讲巴比伦被攻去 比勒蒙修 米罗达金皇 比勒和米罗达都是巴比伦的假神 巴比伦的神像和偶像也都蒙修 这是在表示 神在让一个罪恶的邦国被摧毁之前 先要彻底摧毁这邦国背后的属灵的势力 就像神从前解摩西亚伦在埃及行事灾 人们的眼睛看见的就是表面上的灾祸 可是他们看不见的 同时还包括着埃及本土的邪恶势力 遭受到神彻底的打击 第三节大家可以结合着 第九节和四十一节 经文告诉我们 巴比伦的仇敌是来追北方 而且是由多国所组成的联军 对巴比伦予以攻打 巴比伦最终被征服 以至于全地都荒凉 无人居住 连人带牲畜都逃走了 这是在预告巴比伦打败后幕后的结局 而四节到八节 经文就同时提到了 在巴比伦帝国灭亡以后 在神的子民中将会出现的情况 第四节告诉我们 那从前的北国以色列的渔民 将会和南国犹大的渔民一道 谁走谁哭 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 大家可以参考前面的31章第九节 那里就提到北国以色列的渔民 哭泣而来 神从前在南北两国剩下的子民 会与主耶和华神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 神在这约中会与自己的百姓有牢固的连结 而且这约将永远不会被破坏 神的百姓们从前因为没有很好的牧人 他们就像羊一样迷路 而那遇见他们的仇敌 就趁机将他们吞灭 但此事再也不会发生 因为神如今要为他们摧毁的 便是那曾经吞灭他们的仇敌巴比伦 第八节便是神在使巴比伦 灭亡以后借先知的口 向自己的百姓所发出的警告 神说我的民啊 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 从加勒底人之地出去 要向羊群前面走的攻山羊 大家请参考后面的51章的第6节 以及45节 大家同时也可以参考 以赛亚书48章20节 从9节开始 神界先知传达了审判并刑罚巴比伦的具体计划 那要毁灭巴比伦的联合的大国 会从北方上来 从地理的方位上来讲 巴比伦的仇敌马代波斯 就是位于巴比伦的北方 他们与巴比伦征战 巴比伦必败 因为他仇敌的弓箭 连一只也不突然返回 最终巴比伦就会成为自己北方仇敌的卤物 巴比伦曾因为抢夺神的产业 而欢喜快乐 但以巴比伦为首的国家 必在波斯国联居面前爆亏蒙羞 第12节13节所讲的 巴比伦的土地将会成为旷野 汉地沙漠 并因耶和华的愤怒 必无人居住要全然荒凉 凡经过巴比伦的要受惊骇 又因他所受的灾殃呲笑 这样的话也曾被预言到 犹大和其他别国身上 如今这悲惨的结局又轮到了巴比伦 大家看前面的49章的第17节 48章的26节 39节 44章的第12节 以及42章的第18节 9节到13节论到的是 那抢夺神产业的巴比伦 要受到神所拆的仇敌的攻打 接着14节到16节 先知是在预言的经验中 向波斯的军队讲话 神借着先知的口发命令 要波斯的军队攻击巴比伦 围困巴比伦 并射箭攻击他 而且不要爱惜剑之 巴比伦遭受如此强大的攻击 是因为他得罪了耶和华 巴比伦最终长线投降 是显示神要在他身上行报仇的事 从前巴比伦怎样待别人 如今人也要怎样待他 巴比伦人因被仇敌攻打 除了那被剪除的 必四散逃跑 这是第15节 17节到20节 神借先知又提到了 当巴比伦被毁灭的时候 神具体怎样 待自己的子民以色列 在神伟大的心意中 以色列是被打散的羊 是被狮子赶出的 因为他们犯罪 遭神的惩治 神先是借着亚述王将他们吞灭 末后又借着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撒将他的骨头折断 这都是在历史当中神已经行过的 刑罚和惩治自己子民的计划 但是如今神所要行的 便是我必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弟 像我从前罚亚述王一样 如果我们不看这第18节 我们就会认为 在主前605年 加基米士大战之后 亚述帝国只是因为不敌巴比伦 而彻底走下历史舞台 但按照第18节我们便知道 原来亚述帝国败在巴比伦手中 乃是神罚亚述王的结果 而到如今巴比伦王无法得胜波斯帝国 也同样是神在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弟 从这个眼光来看历史 哪个国灭亡 哪个亡兴起 哪个朝代建立 哪个政权覆灭 我们便知道 他们乃是全然的被掌握在神的手中 地上的国家政权可能会兴衰更替 但神对自己子民的爱却永远不变 19节和20节就给了神子民极美的指望 神说我必再领以色列回他的草场 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 又在以法连山上和基列境内得以饱足 经文中提到的加密和巴山 以法连山和基列境内 这全是以色列地水草丰美之处 预示着神会使自己的子民 从得以色列为自己的产业 他们会再经历属灵和物质上的各方面的复兴 而在神和人之间最美的 莫过于人和神之间关系的恢复 第二十节是我们要理解巴比伦受罚的关键 巴比伦受罚被审判 并不仅仅是显明神乃是审判世界之主为主要的 神乃是要重新建立与自己子民的关系 因此神要打破并除掉人世间一切拦阻的势力 为了让一个最伟大的目的得以达成 经文说 耶和华说 当那日子那时候 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亦无所有 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 因为我所留下来的人 我必赦免 看到这些经文 我们觉得把弥加书七章的十八节到二十节 拿来做参考 作为何事 在那里先知说 神啊 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 饶恕你产业之愚民的罪过 不永远怀怒 喜爱施恩 必再怜悯我们 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 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 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 向亚